好 好嘞 给你一个个人任务 放下筷子十次 被女朋友的个人任务 前正好个人任务 说超过四十句话 超过四十句话 那么难吗 比上去个人任务 哎哈哈哈哈 他这是跳二郎腿是什么意思 哈哈没有 我先把面捞一下好吧 哎等于我是不是捞一下 我叫糖加进去 这样捞更好捞 因为面可以扶钱 因为面可以扶钱 什么是什么主人 这什么 你扶起来 让你面都看不见了 哈哈哈哈 他就刚刚你们四川的面都能扶起来 是吗 这是什么一人 没有人觉得第一期很嚣张 嚣张你说谁嚣张 钱真好 我觉得这时候 要是金主人在的话 他应该有话说 有话 我认为我说的好话 都能演出 你都不说 我这辈子也没想过 我会跟一个超女在台上PK 真的我从来没想过 不过确实周围上刷新了 我对超女这两个字的认识 我以前很片面地以为 就是认为 超女都是不太会创作的人 明白 所以起码你 你刷新了我对你的认知 希望我们都能 继续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虽然可能之后 会变来变去 反正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段 都去做自己最喜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 是因为最啰嗦的和最最啰嗦的都走了 现在变成不最啰嗦的人吗 请常老师把每个人的个人任务 发给唱作人们并督促大家完成 想得美了 这不是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 不好意思 烤串的也不在 夹菜的也没有来 你们快来吧 我是应该坐在这吧 不 我不坐这 这是那个啰嗦的人坐的地方 我还是要坐远 原来位子没了 原来位子没了 六个人 那我还是可以坐在这 我就希望今天大家开开心心的 安安静静的吃 但是他说给我卡片 想得美 看一下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好 好 照理说 你们可以放人进来了 老师们 把我这个恋物相临走 然后分别发给大家 让大家都来外承认 我就不会变成最啰嗦的人 因为我有点饿 哇 这么辣 好 这个白锅 好 那我离这个锅近一点吧 坐在这边 谁让我先来的 要不我先吃一点 平时的话我就先吃了 但是为了装作很有礼貌 我再等一会儿吧 装作很有礼貌 我再等一会儿吧 好 好苦 快来人吧 我是 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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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弹的琴 你弹的琴 弹的琴 你弹的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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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椰枝摆在这 是让我坐这 那不是荔枝是吧 那不是荔枝是吧 我看错了 这椰 你喝吗 我可以喝荔枝啊 因为这样我们就看着去 像很乖的选手啊 这是我的 那个椰子是你的是吧 嗯 你听到了是不是 哈哈 哈哈哈哈 这边 哦 今天这么 我好浪费啊 吃不完对不对 吃不完啊 对啊 没事 我们可以拍照片发给金指纹 哈哈哈哈 你们要吃辣的呢 就坐在这边 这边比较辣 这个是白锅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 那我那我说那边吧 我坐这 好 这是白锅一点 今天浩浩主持 啊 主持 真的吗 我跟你说不是 刚才我一进来 他们说我 好像是副主持 我一进来就 发现了一个给我的卡上面说 哦 哎 我猜对了 我就说今天肯定是石头哥 灰雪 尝试 对不起 这不是我的工作内容 好吧 我不会这么干的 我肯定会把卡发给你们啊 哦 你 哎你也可以 你愿意吗 想到他没有当主持人 那真是 哎我觉得石头哥真的非常适合 这好那你们等着 你不是说了吗 如果你做了 邱老师晚安 你看啊 哇 对我还没有我仔细看是什么 好好好 慢慢来慢慢来 云哥 就是还是火锅 你谁谁说 不是鸡肉的 有 那里有鸡肉 好香 四身 喂 好香好香好香 龙虾 我的天哪 我已经想吃了 哦 这两个车老师 你们俩就相互交流吧 啊 哈哈哈哈 他们 他们真是想控制全世界 他们很快 各种留下任务 什么东西 sorry not gonna happen 车老看上去很快 他们就自己聊吧 我还坐这 这这刚才有人坐了吗 石头哥 哦石头哥 他主持人 刚才谁在 看石头哥 石头哥 他主持人的 好人哥太好笑了 带点儿鸡 这谁做谁做谁谁 哈哈哈 没人理我 没有我一直在跟你说 哎 好想吃 这个这个也要帅 就不要管他们这种吃 爱吃不吃 对不对 蒸蛋 蒸蛋 对来来来来 试试试 哦这是蒸蛋 哦这不是 哈哈哈 这甜的吧 我以为 哦甜的 够不够 够 好来来 不够 不要逞强啊 然后把一一桌子也毁了 好感谢感恩 好放那吧 就是 你好 刚刚一来就听到回家 对都好 谁来了 哎呀 嗯哎呀 姑娘 那个辣锅在那边 你可以做的 什么椅子弄小 哦对 这是个辣锅 我们已经往前下了 这个是蒸蛋 走这个蒸蛋 真的有蒸蛋 哦 我喜欢蒸蛋 我也喜欢蒸蛋 你是说你喜欢蒸蛋 那个不是蒸蛋 那个 这不是那是啥 这个是甜 这个甜品 那个是蒸蛋 请进行BB 是啊 没人敲门你听错了 这是我放碗的声音 啊好吧 我希望他快点进来 我可以早点给大家补制任务 哇谁把菜放辣汤 太太厉害了 我发现每次 烤饭 每次你们来录 你们是真的在吃 真的很 真的真的 说了掌声体温 对 晚饭没吃 对晚饭真的没吃 对我 我也是真没事 我我刚休息的时候 我就过去了 跑了几颗饭 吃了比方姐送的螺丝什么的 就在这吃一直吃 来吧宝贝 嗨 嗨 哎比方姐 你穿的跟个学生一样 舒舒服服的 对啊 舒服 这边是辣锅和 和白果 不不你刚才做东西 两面都可以吃 对 哎比方姐 感觉感觉有点不一样 什么鬼啊 你在那说什么 就感觉很奇怪 你跟我说一些奇怪的话 好 你看到衣服上写的什么吗 尊重女孩 当然 来吧 有一坨虾已经非常 有一串 刚好六只一人三只 对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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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消息 看起来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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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门 习近书 你们先该吃就吃 然后导演给我 他貌似以为他能远程 控制我们来当主持人 现在变成你是主持人 他们不断的淘汰 从最啰嗦的开始淘汰 挺好的 然后现在他们认为 不 我不是最啰嗦的 然后我刚才读了一 有一张卡是专门给我的 待会儿给你们读一下 常识类老师 敬起 由于没主持人证 和有主持人证的主持人都没来 我不知道他们凭什么 都有主持人证 主持人是不是 由一个有主持人证的人来 你知道我们在内地 做这个电视台职业主持人 是要考证的 真的吗 对 我去考 还是没有证 我有 导演组一致投票 推选我为第十期开发生 我是唱作人的特约主持人 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好处 土字清楚 要不然你把这事下放给他 让他试试 你先吃 我还是照顾你的 对 因为我们也不一定 非要完成所有的任务 对 请常识类老师 把每个人的个人任务 发给唱作人们 并督促大家完成 你愿意 不是什么不可完成的任务 我的任务不可能是让我安装 安装我不发布的话 我们就没有任务 对 太好了 哈哈哈 对不对 你把这卡全扔了 石头哥 我支持你 哎 没柴火了 你看啊 他这个放一堆卡 然后我看的每个都觉得 Are you joking 哈哈哈 第一个说 我的任务是 保持发型不变 保持发型不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今天还有可能 今天因为这实在太硬了 胶喷的太多了 对对对 这样吧 自己抽一个呗 对不对 说不定是别人的任务呢 自己抽一个呗 这是沙沙生吗 对 说不定是别人的任务呢 这个是啥 我也不知道 他们完全不在乎太好了 不是 你的任务多了 对啊 没有了吃吧 就让你 就让你保持发型不变 各位 哇 这个看起来也挺辣的 四川凉粉 所以这是凉的是吗 对 热的 热的凉粉 来一点薄 来一点薄 不敢 看着就怕 凉粉 很棒 不要 来 只有你了 只有你了 我不要 那我 好 你不是那么喜欢吃石灰粉吗 这个也是 真的要死 哈哈 ok 那就我俩吃 他这个 你很认真在调料 对 你带我帮我调一个吧 这个 比畅你给我调一个不辣的 好 你像做的小料 你看你像踩你老夫人 哈哈哈 你可以 他都请问西斯要什么福 哈哈哈 没了啊 不用太了 好嘞 我特别爱吃紫苏叶 嗯 这样特别香 超香 嗯 我们自己人要酥紫苏叶 还有我记错 紫苏啊 紫苏 紫苏 嗯 嗯 感谢导演组 好吧 赶你组这么好问一个问题吧 好嘞 给你一个没任务 放下筷子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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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今天烤 哦 火锅 炒凉粉 炒米粉 那里吃四川 四川的 Ship 你先退裂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 为什么 华 тру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饶着干嘛放一下筷子十次 哈哈哈很难 放了一次哎 好了解你哦天哪第二次 哈哈哈哈 没事好好喂他好好喂他 嗯 要吃啥吗 哇 我帮你夹到嘴 我不要不要 我吃个虾 我吃个虾 哈哈哈没有筷子啊 哇哇哇哇 没有筷子啊 哎呀对哦 真的 你对导演组最最好的反击了 这是一个漏洞 对 我就不信了 来亲爱的随便选 哈哈哈哈 前正好个人任务 说超过四十句话 我说超过四十句话 哈哈哈 超过四十句话 浩浩的个人任务说超过四十句话 哇 那么难吗 浩浩大人们的话题是不是很难融入 有一点 老白和浩子小浩聊聊天吧 浩浩说上一句话 哦 不是那种能言善语的性格 来说点什么我们大家全部安静 还好好这样我们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啊 我想不出来我 我想不出来了也是我想不出来了六个好 哦我我 没关系这已经一句了 一边吃一边聊 还要有人帮他记呢 没有人帮你记 好累啊 不用记不用记 你看这是第二句 这是第三句 哈哈哈哈 听六句了 我每句句子比较短 所以 我的句数就会很多 你吃我去 对所以我们继续吃吧 慢慢吃 我觉得 39句还有一句 这句20 我觉得可以 谢谢来 王阳你可以把那个 上一期听我的歌的那个再说一遍 拿了个激光枪 打了一四季 演完四季 宝宝你来抽一张呗 郝云的个人任务 你告诉他吧 用台湾枪讲讲自己的环环 什么叫环环 自己的环环是谁 我们家的猫叫环环 我有个朋友叫环环 是女生是吧 干嘛非要让我用台湾枪讲 台湾枪 我都不知道台湾枪 我 我战胜不了泽杰这事 我语言 语言天赋有障碍 他就想让你出丑 对 我 讲环环没问题 我们家那猫 聊一聊 我们家那猫 就是特别奇葩 特别奇葩来到我们家了 环环这名字 是他亲妈给他起的 当然是我媳妇同学 然后说要去美国 参加他男朋友的毕业典礼 然后说把猫寄养在我们家 寄养一两个月 那猫在我们家一放一年半 我说谁要我也不给了 就是 我就不舍然能再走了 就一直到现在我家 六甲群了 五年了就 特别年 它是哪一种猫 金鸡辣 然后我的也是金鸡辣 对 所以刚才这一段话里面 有任何台湾腔吗 没有 我告诉你 我从小到现在 我唯一能听明白的粤语歌 还仅限于霍原甲 台湾腔不是粤语歌 我 安安 白安 好的 用金鸡聊聊自己的五只猫 金鸡 金鸡啊 金鸡聊聊我的五只猫 北京 北京 北京人 北京人 我为什么要学一个四川腔的小话 哈哈哈 好 但我没说 好 就这样 没 本身绝对不会说人哪加儿音 真的吗 北京人 谁那么说你 你脑子有问题吗 好 但我没说 我不知道 但我没说 我最最老的那只猫已经 十四岁了 多少多少岁 十四 十四岁 导演组已经成功了 对 他就想让他凭这个音调动 我觉得 对 多少岁 再说一遍 导演组好坏 说 说 再说一遍 十四 十四 十猫猫了 对 第一只十四岁了 他叫做老虎 老虎 就咖啡色的晶级了 老二是一个女生 他每天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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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想给你上中文课 老二 老二 我估计全网都还给你上中文课 大家开心就好 对 来弹幕给白安 其实我也是会开弹幕看的人 然后边看边笑 是啊 对 多开心 对 然后 突然他想听你说闽南话 你会说吗 一点点 我其实说的不好 因为其实在家不说闽南话 没事 我们听听 我看能不能听 好 我讲声 说的慢 我是可以听的 真的吗 为什么很听的 他连进 因为你说的慢 他说了说的慢 对 因为我之前去做宣传的时候 你来台湾上什么电台 会讲闽南话 没有 就是旁边工作人员会说 这很好听到 你们两个话我听不懂 因为吃鲜米会 嗯 听懂吗 嗯 你在说什么话 你在说什么话 不是 我说你在吃什么 哈哈 哈哈哈 你说这是假 这个这个假翻译 哈哈哈 你是故意给他这张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不是 哈哈哈 没有 对 因为 这 在这 遇到 都 能 是 跟 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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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笑 你也可以不用讲的 哈哈哈哈 你看一次了吧 哈哈哈哈 这挺好笑 是的 一个了 还四个啊 谁无言无误说这种笑话 这真是 哪个锅还没开就放哪个锅呢 那个火源已经最大了 当当当柴火烧了吧 哈哈 没有报效哈 好不算 哈哈哈哈 哦这个算了 哈哈哈 我愿意帮他我愿意帮他 下面这个问题呢 有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写着每个人都聊一聊 聊个仨呢 节目已经播出两期了 现在节目组给大家一个双引号 控诉的机会 大家觉得自己被恶魔剪辑了吗 恶魔剪辑什么意思 就你觉得你不是你 故意丑化你或者什么 对的是吧 这道题我还没发现 觉得我参加这期还没播呢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你们聊没有播的预告了 哈哈哈哈 哎预告也不说好运来 那三个那三个图啊 哈哈 我觉得这时候 要是金主文在的话 他应该有话说 哈哈哈 要不我连他一下 哈哈哈 给他连个线 真的要连线 连吗 连一个 当一组要连吗 当一组当然想连了 哈哈哈 我喷不连 哈哈哈 那待会会会讲这三个小时 吃饭吃饭 你先先去吃啊我问他一下 然后一会儿下一期的歌就是 和我儿哥视频三小时有感 哈哈哈 真的 这不能怪我啊 哈哈哈哈 我可能接了不接啊 他肯定不会接 他觉得肯定有问题 哎文哥可能睡了吧 就他几点啊 哎 现在到底几点啊 十 十点多吧 十一点 十一点 所以刚刚 你们那边环节很快就结束了吗 因为我第一个离开 我不知道后面吧 是演出呢 我学会说我说他 你干嘛呢 给我回去 既然金志文看不上这个节目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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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放了三次筷子 啊 好的 反正我觉得我没有 因为我有很多不能说的话 然后因为节目都播不了 哈哈哈 反而是天时剪辑 天时剪辑 对 对 我觉得 对 我觉得 你们有没有觉得第一期很嚣张 嚣张 你说谁嚣张 钱正浩 钱正浩 没有啊不觉得 没有反正我觉得还好 就是 哈哈哈 马上 马上 对了 我觉得还好 对就是 你们稍微等一下 你听他讲一下是什么意思 没有就是我第一期 然后我感觉我说话的神情很嚣张 你说话的神情就是你现在说话的神情啊 哈哈哈 你确实有点嚣张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 嗯 我要听这些年纪大的人说 你继续说 对 你就把你真实讲话讲出来 然后 然后其实 我也没觉得很恶魔 但是就觉得自己有点嚣张 就就有点想打他 嗯 真的啊 就你不喜欢 那个样子你觉得你自己 其实你内心是谦虚的 但是剪出来让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嚣张 哈哈哈 就有点不耐烦是吗 对对对 为什么还要问我 对然后 然后就变得很肖像 哈哈哈 对然后就把那个剪 就把你的不耐烦那 哈哈哈 不耐烦那段全波的样子吗 金仲老师摇滚吗 流行摇滚 那会担心下一场 这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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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一场赢了 下一场准备了啥羊歌曲 现在有计划 有啊 一首流行摇滚 嗯 跟这首风格完全不一样是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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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啥感受想跟我分享的吗 没了 嗯 好 好 一开始我觉得很嚣张 后面看就习惯了 哈哈 哈哈 他也是就是嚣张 他真的很嚣张 这嚣张一点挺好的 没有 赵俊泽的时候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用锋利的抓来 哈哈哈哈 哈哈 对 所以我最近开访就不得很快 就是 就是一直嚣张的 哈哈哈 对嚣张完他们就结束了 好 但我自己开始觉得还好 嗯 我没有不会想要揍你 我觉得挺好 哈哈哈 不会想揍你 我觉得很可爱啊 很好啊 我也我像安安一样 我完全不觉得 我只是觉得他出来 任何时候都很可爱 对我也这样说 任何时候 就很腼腆这样子 对 很自然 那台下是腼腆 他上台其实稍微有一点坏劲 就音乐起来的时候 他是有角色感的 嗯 嗯 嗯 这种 那那个 嗯 小哎 你的筷子 哈哈 我刚刚放下了 哎哎哎哎 一分钟来 好 你放了几次了老师 两次 两次 九次 你还真的有数 我觉得导演组 我是真心实意啊 我觉得导演组把我剪得很好 嗯 真的把我剪得很好 就是 就像比比刚才说的 可能我们在或者说 有一些所谓真实有一些嚣张啊 或者是有一些 可能不适合播出的 甚至是比如说脏话 哈哈哈 对 导演组都没有剪 是的 连消音都没有 对 对 够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觉得导演组把我演得特别好 剪得特别好 哎 哎 是玩的吗 吃饭呢 你吗 你干嘛呢这玩 干洗完澡 哈哈哈哈 我说看你像洗完澡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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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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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说你油腻不油腻 哈哈哈哈 姐妹们 什么姐妹们 哈哈哈哈 什么姐妹们 那 小玩我跟你跟你说一事 我们刚刚正 正在聊一话题 你听着啊 哎 你别给我装信号不好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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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你 没错没错 刚才信号不好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你别老晃 你别晃 你一晃就是 别别动啊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这 这个下半季的所有唱作人 在看你之前已经播出的这两季里头 你自己认为自己有没有被恶意剪辑过 玩个不动 好 我认为我说的好话都没剪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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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小玩乐aden 大家安静 大家安静啊 我们全剪掉了 就是没有不好的全在那个 小玩乐aden 你重说一遍重说一遍 来来来来 你把你说呀 不是你刚才只说了一遍 就说你说的好话都没剪掉 然后你说的坏话怎么着 都剪去了是吧 那怎么办 这事是不是得跟节目组聊聊 这事是不是得跟节目组聊聊 这事 这不合都不合完了 有啥个聊的 我来给你关电话了 哥我们想你啊 我们想你 我们想你 我们想你啊 我们我也想你们 给人瞅瞅 来看 嗨 拜拜 孙孟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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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不要大聊了信号不好 好 拜拜 再见 晚安 你觉得 你自己说你现在这样子 油腻不油腻 你自己说 油腻啊 对 我就是想说 带你们上女宾看看去 你终于承认了 你 我承认我一直都承认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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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 来来 宝贝你猜一个 随便无所谓了 嗯 嗯 假如你现在乘坐时光机 穿越到了对方的年纪 看到了那个时候的自己 会对自己说什么 这题给他太不合适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底下底下这是什么意思 啊 有是有名字 对你先就是周笔唱串到你这 哦 所以是问我 对问你 对对对对 假如你你你到了他这个年纪 你会对自己说什么 涨点心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爱你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下一个就多学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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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是长点心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好下一个是 下一个是白举刚常识蕾 哦我要到我这个年纪啊 哈哈 这有点难躲 我对我自己说还对你说 我看一下啊 对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 那个时候的自己啊 哦所以你刚才是跟你自己说点点心 对吧 哦 哦对对对 所以说白举刚 串到我的年龄要对自己说什么 我我三十八或者三十七 或者三十六是没戏了 三十八吧 好三十七 三十八三十八 我觉得 当个好儿子 当个好女婿 哎呦 当个好爸爸 一定要慎重这件事 我当个 不三十七了哥 妈你你挤的谁呢 你你挤的谁呢 哈哈哈哈 当个好爸爸 然后当个好老公吧 然后当个好老公吧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然后当一个好朋友 对 好最后一组好老师 穿越到白丹老师的年龄 我都不知道白丹多大 我二十七 二十七啊 那就是我十 我的十三年前二十七岁 我刚发第一张专辑 哇 哇 这有的说 这还不错 那我就跟自己说 把发专辑写歌的速度降慢一点 留到唱错人的时候 这就说 不行 不行 这个得干一下杯吧 真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念 我连着 我连着几年发了三张专辑 来 来 喝饮料 大家谁也别劝是谁 哎呦 哎呦 长点心吧 对不起各位 对不起对不起 各位清汤清汤要面吗 清汤要面吗 要吃面的赶紧挑面啊 我吃辣的啊 哦 这就 哎加汤 我先把面捞一下好吧 对啊 哇好香啊 这个汤 你确定这面好了吗 好 面好了 哎等于我是不是捞一个 我叫把汤把汤加进去 这样捞更好捞 因为面可以浮钱 因为面可以浮钱 什么 什么 这什么 你浮起来 但是面都看不见啊 哈哈哈哈 对不起 好不容易捞一捞一捞 我的天呐 哈哈 对不起各位 我错了 我错了 白几光说你们四川的面都能浮起来是吗 你这明显缺乏生活常识 不是 没有我生活常识很好的 谢谢 我这一根面也看不见 哈哈 不是我想 我以 不是我老子刚刚短了一下 好 那边谁要面能发了点 哇你的蜡的肉放在蜡蜡上面 喂喂 哈哈哈哈 啊 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艺人 我是就是 这样会没那么蜡呀 是给我一个人的吗 白几光我问你小时候 从小到大你挨过打没 哈哈哈哈 我就 哈哈 别打了谢谢 我们不接这个船 我们不接这个船 这被打上打着飞起来过对不对 打着飞起来过对不对 皮皮你洗洗牌 你洗洗牌让我来抄一张吧 好的 哎我抄了一个卡啊 你们稍微去尊重一下组织 好 好这个问题是 5月24日 钱正浩发布了一则微博 提问 你觉得什么样的歌曲会打动你 这每个人都很不一样 对啊 什么样的歌能打动自己啊 不同年龄不一样吧 石头哥先讲好了 我觉得有各种可能 因为我们我们比可能 我们做音乐的嘛 可能比很多其他 一般不是做音乐的人 关注音乐的点呢 会更多一点 被被打动的点 在不同的时期也不一样 最早打动我的节奏 groove 就是老百姓认为 大家认为的那个 就是节奏吗 懂次大次 对对对对 可能是懂次大次感动我 或者是东东大 或者是感动我 或者是 懂大大次次懂大 也不一样 对 好下面呢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 一个歌手的演唱能力 比如我最早 爱上唱歌的时候 是因为Marie Carey 慢慢的才发现 事实上还有一种声音 叫男声 对 因为我以前不听男声唱歌 就不爱听 我觉得是歌词 歌词 歌词可以救了一首歌 如果那个旋律 或整个环境还好的时候 是 但如果歌词 我觉得歌词也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对 如果能写的观点很特别 然后又特别打动人的话 那就算旋律还好 那我觉得 这歌也会留下来 因为它有在讲一些事情 能扎人 对 但是我最早最早开始听音乐的时候 其实主要还是听旋律 旋律 就是主要还是觉得旋律 好听 我就喜欢 我不在乎那个歌词是什么 我一直慢慢在乎歌词是什么 一直到自己慢慢开始写歌的时候 是 我就想自己 如果要写歌的话 我到底 要讲什么 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明白 才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好你自己拿你问的问题 我最喜欢就是最能打动我的就是歌词 还有配器 编曲 旋律就是融合得很好 全部 就是 这种就是完全很好的这种很难听见 所以就很容易打动我 完全很好的很难听见解释成 老百姓能懂的就是你觉得词曲编曲都很好 在一起很难得 对 对 那你最在意的是哪一个部分 最在意的是 就是你最 好玩 现在我是旋律吧 可能是旋律加歌词 但其实编曲也很有用 有用 编曲很重要 一首歌的话真的 其实这三个东西都密不可分 对 因为才能够组成一首好的歌曲 是 对 然后那 我觉得词的重要性 然后是 在中文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是 对 因为其实 国外的歌词都非常的简单 而且说来说去都是 都是那些 同样的东西 对 所以那如果说编曲重要的话 然后其实 现在可能做的是 都是会去跟电子做结合的 那所以在做电子乐的这一方面 然后其实编曲是很重要的 是的 对 缸子呢 缸子 我现在 不 被拉倒了 不 刚吃了个花椒 舌头有点麻 要我说的话 其实大家都有说到了 但我自己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虽然我做音乐很吵 就是 也很多也是在 在所有一些当下的生活环境里面 发生的事情 那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我自己写歌 我自己的状态是喜欢在很安静的状态下写 然后包括自己听歌的话 其实和比较杰选择一样 我会听 比较让我放松的 什么歌会让你放松 其实我自己听纯音乐比较多 然后可能 你说古典音乐 纯音乐 马云诺夫 《深水小药天泽曲》 好跟你聊过 《深水小药天泽曲》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你听到马云诺夫 哇塞 他的钢琴剪 那个钢琴曲 他一出来 我下半辈子的那个 下一生的鸡皮疙瘩都送他 是的 对 没有问题的 因为就是 大家听我现在音乐 可能不会想到我 平时大概会听什么 只有什么都听 那个 其实我是觉得最难得的 最能感动的 是 这首歌的词和曲 能够像骨头和肉长在一块 这是很难的 就是我说的曲 不只是作曲 其实编曲也是作曲 你在专业院校里边 是没有编曲这个词的 是 全都是作曲 对 就是顶多叫 对 顶多叫配器法 或者顶多会有这么一个 但是它统称全是作曲 其实有些时候编曲要比 作曲还要难 其实好的一个编曲 能拯救一首歌 我觉得吧 很多东西真的是 需要 那当然如果你有天赋 就别聊了 对吧 你就写出你就是这样 就像麦克尔杰森那种三岁 就是唱歌唱成那样 对不起了 不好意思了 对不起 对不起 The world is mine 对 但是我觉得很多真的 这个问题是 什么样的东西最能打动你 的确是一个音乐 天时地利人和的内刹 因为到最后 它还是需要一个歌手 把它表达出来 对 没错 对吧 当时你的时间地点 还有你的环境 一切 对 甚至是当下的社会的状况 都是有可能 这声音好好听 好幸福 是的 是的 声音很好听 你真的棒 一直在吃 真的很棒 我觉得太棒了 因为没吃晚餐 我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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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的战斗力比我强 没有 因为你吃太快了 你看你的桌子 对 你吃太快 我吃东西比较嫩 你就帮我弄点香菜和葱花 好 没点问题了 一勺 打得好不好 还好 好 这个也要想要获得表扬 没有 够不够 再来一个点 香菜好香 那就安安先吃 然后我们聊一聊 好 本期最喜欢的歌曲和下半季 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这真的要想一想 我喜欢我自己这首非常喜欢 程度有没有大过 噩梦 惊醒和二三四个字不一定 但我此刻特别喜欢 因为我今天有一个平常没有的体验 就是因为我这次准备 我觉得我状态很差 我心想就被淘汰拉倒吧 因为我根本都准备不出来歌 这是真实的感觉 然后主要是我可能有点疲惫吧 然后到了这里排了练以后 我就感觉特别好 但是呢之前都完全没有感觉 因为那个歌是四五年前写的 当时那个歌是一个 一首被拒绝的歌 就是我们经常会写歌的嘛 比如说某些事件啊 然后写完了以后 人家可能就是不喜欢嘛 就退回来 经常那种我们干幕后的 经常有这种事情 至少我经常有这种事情 但当时我很喜欢那个歌 可能也是因为被拒吧 那个感觉吧 就不稳定 不确定 但我当时我是喜欢那个歌词的 因为我觉得 我生命中有那样子的际遇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爱的人 我没来得及珍惜他 他也真的离开我了 我想很多人对我这种境遇 一定有 其实说白了是人之常情 但你如何去面对这种 来和去人与人的这种 这种必须经历的 你要说得通俗一点 有的时候算是坎吧 但可能年纪大了以后 你获得经历的多了 你自己沉淀了以后 你可能有不同的感受 我就是想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但直到音乐起来了以后 感觉全部回来了 现场那个都回来了 我就觉得好舒服 好舒服 好爽 好释怀 特别爽 排练三次以后 我觉得太棒了 我特别喜欢 所以这次的歌 是我参加唱作人 所有五首歌里面 我认为我现场表现得 比排练好很多的 唯一的一次 最喜欢的 然后我当时有 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以前很多不同的朋友 在不同的阶段 对我的演唱 对我的表达 他们的建议和意见 全都在我唱这首歌里面 全部出现了 就我就觉得 真的是需要时间 和某一个点 你才能真的领悟到 或者理解到一些东西 作为一个现在的 我是很愿意跟我自己相处的 我自己跟自己相处的 已经是越来越舒服了 所以我对我自己的那些 五年前十年前或者三年前 或者当下写的歌 我都理解他在说什么 所以我没有理由 我不最喜欢自己的 分享快乐 对 我也代表你们了 对不对 好 下一个问题 好 这个问题真的 哥要不要聊 你有什么要聊的 没有 我也最喜欢 自己的歌 谁有空喜欢别人的歌 真是 其实上个星期然后我自己有写一首歌 然后我认为是因为这个节目然后才让我写了这样一首歌吧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节目可以让我随意去表演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才写了这样一首歌 然后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去表演 对 因为小白听了这首歌 对 我发给他了 即使表演不好 但是我也出来了这样一首歌 我觉得是让我有收获的吧 对 对 因为我觉得可能如果平时让我写的话也没有办法让我激发出这样一首歌 嗯 明白 嗯 有个超二十句话来再聊聊自己的事情了吧 哈哈 你真的数着呢 嗯 你就每个字打一个逗号 哎 句号 打句号 打句号不就得又起一句吗 你傻呀 对 一个字打一句 对 没有像像我打字 就我都只用句号 哈哈哈哈 就是全部句号 我 像说什么来着 你就说你自己的歌 你就说你的歌 自己的感受吧 我自己的歌 对 因为我很喜欢尝试东西 现在做的一些风格很多 因为就是我很喜欢很多风格 所以我觉得都得做做看 嗯 我觉得下一次的话我觉得 就是我现在已经有写了一个demo 然后 要做一些疯狂一点的歌 疯狂 对 就是一些 唱着唱着把袜子脱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好好 嗯 对 就是你 因为你可能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最喜欢什么 对吗 还是也知道 我知道我现在喜欢什么 嗯 最喜欢什么 就是电子的 是 对 然后 电子的 Hip Hop 对 还有 R&B什么 就是Hip Hop R&B 还有电子 嗯 那你在 这一个节目里面 然后去尝试的这些 然后也都是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东西的吗 嗯 以前没有发出来过 没有发出来过 对对对 你是为了这个节目然后去做的变曲吗 还是之前就已经都做好了 变曲 是 就是就是知道节目之后写的歌 嗯 对就是 编曲是你自己做的 嗯 呃 对对对是我找的 嗯 找到老师他们 嗯 嗯 OK 就是你对于这首歌 然后你想要做成什么样的风格 然后去找 对 你想尝试的这些里面 有没有你 嗯 觉得 无感的 对或者是你觉得以后不要做 嗯 没有 没有 很包容 嗯 嗯 我想延伸你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很有趣这个问题 你说的是 嗯 浩浩是不是自己的编曲 我因为我们都见证了 他那个小样都是他自己编的 我的点是在于什么 你就说你问他哪个风格 你嗯 可能不是很喜欢 然后好像 我可能不会做的 嗯 他的自然反应是还没有特别不喜欢的 那我的点是在于什么呢 我就觉得他不管什么风格 他都驾驭了 他是真的驾驭了那些风格 他给我感觉其实就是 就是你要想做一个什么风格的音乐 其实是不难 无非就那些固定的节奏 你选择而已 对对对对对 你想做想你想做一个这样风格你就做好了 你就做好了 但是小浩浩他做的任何风格的音乐 在里边都好听 对他都驾驭了 很舒服 对这个是挺这个是挺难得的一种灵性 是的 所以我们是在夸你 谢谢 真的我的是这个点 对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台下的时候 我们说是唱作人 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在做对吧 但是唱也是有高低贵贱的好吗 嗯 他就单做一个歌手的话 他也完成的很好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都遇到过 比如说有时候被动的要唱一些歌 对吧 可能那个歌第一秒钟 在我们自己可能还不够那么宽容的时候 或者自己当下的状态 那个歌是我们不喜欢唱的 不舒服的 是不舒服的 但是作为一个歌手的职能 就是尽可能把一个作品完成得好 我认为他都做到 而且都是在直播做到的 所以是非常厉害的说白了 就是我问他这个问题 然后也是因为可能我自己之前 然后像可能比他还大一点 因为我二十才输到 是 对所以我在做那个音乐的过程当中 就是会碰到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是 对然后但是就是别人一直给我东西 对 然后但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 迷茫的过程当中 我慢慢的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是 对然后从而慢慢的找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明白 对 你们都吃挺饱 对吧 是不是要结束了 也不想比前几季的人看上去啰嗦和老 对不对 不老 就不想这样看上去对不对 就是我们都是很酷的 谁老啊 谁老啊 玩音乐都是年轻的 对老的都去洗澡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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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又想你了 接下来这张纸呢 有可能就是进入我们最后一个最终的环节了 好的 这个上面上面写的是 请今天被我自己家淘汰的三位唱作人 把自己的相片翻过来 对 并留言 等一下 等一下 并留言 好 然后呢中间我自己加一个括号 就是请同学们和唱作人们给这位要上去写字的人一些祝福 好的 好 那我们先说给他说吧 你们先说 你们先说 我们先对小白老白说了点差 好可以 老白说完说小白 你的第三十一句话可以开始说了 好 所以港 祝你一路平安 天天开心 好 没问题 这个 然后祝你越来越壮 好 谢谢 挺开心遇到一个姓白的人 好 挺好的 真的是没话说 你们俩除了这个姓以外 没什么话题可聊了 没有了 平时聊的挺多的 要突然讲真的想 突然讲 反正就是肯定都还会再见到大家的 都会再玩了 对 比赛结束以后 我们开始做音乐吧 好吧 因为我们自己也好 发表也好 部出版也好 好 就是彼此看不上也好 没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始发 咱都住在北京 对吧 刚才那个小杨我听了我 我还没时间跟你说呢 我超爱 真的吗 超爱 你可能就有些人不太喜欢 反正我很喜欢这个 那我们就在这首 我们成绩手可以尝试 如果你可以的话 尝试 先看喜不喜欢 对 对吧 说完了 所谓体力派的代表 坚持健身 OK 没了 谢谢 好 那你要对我们说点啥 你说点啥 我就一起说吧 我就希望大家 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 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做自己喜欢的事 跟自己喜欢的人待在一起 过自己喜欢的日子 OK了 好 好 那去写就好 好 好 第三期的《阿尔兹海默的爱》 大部分的观众们 可能知道我是选学出来 但并不知道我现在做的音乐 是什么样 你要看到他造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心中的那个少年是什么样 还一样的热血青年 我就喜欢简单的旋律 简单的表达 用我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的方式 来表现给大家 我不用再去想念 我怎么样证明我自己能够尝试 各种不同的东西 没必要 一段水转都直了 真的 我看在车上摇滚的时候 我是被现场推了一下 我这个精神就推了一下 我身边有些人他们会说 小白你要不要写一些大家能接受的 你要不要做一点轻一点的音乐 做一点大家更能够听进去 大家会更喜欢的音乐 我说既然都已经来了这个节目了 那就放开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我就喜欢这样的音乐 我就想做这样的事 然后一个节目 五七都能够完全唱自己写的新歌 还是非常开心的 我说你那个单独 摇摆一甩 然后爬个格子 八小蝶 一二三四五八拍 好 我音乐节的时候 之前有个三米 比我还高这么多的 我直接跳下去了 你最爱冰粉吗 嗯 那你一定要去我老家 必须让我们的人才做得出来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样子就挺好 因为其实保持自己是挺难的 但是能够坚持了这么久 我觉得不想做 我觉得不想做 我之前知道这个人 但是不认识他 也不知道 去跟他所说的很多人 百分之八十的人 不知道他是干嘛 这次我知道他是干嘛 而且我喜欢他所做的事情 我感谢他选择我 我也感觉他用这种方式 对我表达 对我的冤可 今天小白飞刀挑战 失败 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 如果对手都喜欢你这首歌的话 那我觉得 怎样投票已经不重要了 我喜欢就有 最后既然斗到最后一球 我用我最喜欢的风格 跟大家说 我们不需要这么什么 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做自己喜欢的事 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和自己爱的人 天天开心 下一位是恩恩同学 白恩是很有自己风格 和自己特点的一位唱作人了 然后再找自己 也不是找自己 就在自己想要 就想要完全有自己风格的路上 无论是唱唱 无论是旋律 无论是词 无论是 所有的东西 音乐所有的东西来说 我还要好好的加油 对 像另外一位姓白的小白 好好看起加油 对 所以我蛮喜欢今天的白恩的 对 因为我觉得跟前四期 非常地不一样 对 因为其实前四期 然后大家已经看到 你是什么样子了 然后但是可能 因为就是 我们都一直在一起 然后一直都在被 对方或者各个人的 音乐的一些影响 然后可能 才让你有了今天 这样一首歌 然后我觉得 在那个歌里面 我觉得 是可以听到 不一样的你 对 对 然后包括今天的 这首歌的气氛也很好 对 然后 也难得看你动一次 其实我一直以来 都挺喜欢 动 这种歌 其实在我以前的专辑里面 有这样的歌 对 今天也就 但来到这个节目 就是 反正刚好写这样的歌的时候 哭起来比较少 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风格做到极致才是好 就是 不要 不要担心它会不会被人接受 会不会担心 很奇怪 就是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最终 最最最最初那些经典的那些东西 可能在当时出现的时候 别人都觉得好 都不接受 对 所以我觉得尽量 把你的风格做到极致 因为你的风格 你的声音 我是觉得是有特质的 就是 就我 今天刚才才完 我问你这首歌的时候 我为 等你回来我就告诉你 我说我更喜欢你的选择 选择 就是说你的特质 我觉得不应该被一些其他的东西 干扰阻挡你的特质 我觉得是两种 东西 对 然后 我觉得是分环境 我现在回想起来 在我的角度 我最喜欢你的那首歌 是跟红色有关的 红色的框上 对 我最喜欢那首歌 那首歌能够让我想到 这是很个人的感觉 能让我想到 你是一个内心非常非常接受自己 很强大 自己在音乐里面活得 非常非常有自己的态度的一个人 世界是怎么样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对音乐的那种感觉 那种能量 和想对音乐表达的那种角度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或者是对于了解我的人来说 和爱我的人来说 那个东西的宝贵的程度 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那是音乐带来的 我在那首歌里面 能够听到很多很多 喜怒哀乐同时在迸发 来这边当然是真的是特别开心 我觉得我那时候会想要来这个节目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都不是想要赢 或是想要怎么样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内地录 这样的一个节目 然后这节目又特别让每个创作人 就真的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自由度太大了 就我在台下听你们唱歌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节目互听的环节 我都觉得 你们每个人是 特别开心在自己音乐里的 就会也让我想要 就算你唱很难过的歌 我觉得你也是享受你的难过 虽然可能你不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但我觉得你很接受你的难过 所以你去行那样东西 任何情绪的抒发 其实都是有一种 释怀 痛病快乐的过程 这是我们最美的地方 我觉得对 对 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东西 我们现在请小白 好 我们两个心白的也挨在旁边 是的 这是《无爱无爱》那一期的歌 我是唱作人白安 哈喽 哈喽 这个节目最让我很难忘的一件事情 往后我在唱这些歌 因为我肯定也会到其他的舞台上 继续唱这些歌 都会让我想起 在这边跟大家的时候 因为这个地方是那些歌诞生的 最开始的那个地方 我记得我第一期来的时候 真的真的很紧张 今天其实是白安第一次来内地做电视节目 对 真的是第一次 一集一集录下来 就跟大家也有一些认识就越来越轻松 就是每次录影都觉得白安来见朋友 然后那种感觉 对 虽然我在第五集的时候 我要先离开 但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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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很荣幸可以在这边遇到你们每一个人 就特别开心 你就帮我弄点香菜跟葱花 好 没得问太阳 小白安来北京的时候提前告诉我 你们大陆住北京吗 都定居在北京 能吃辣吗 能 爱吃辣 特别爱吃辣 你进来我觉得我能不能吃辣 感觉这边好像挺多东北人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足迹 白安我特别希望你们就赶紧回来吧 参加复活 不管复不复活 赶紧来北京 或者我们经常有音乐的交流 甚至一起做音乐 让我们好不容易认识这个缘分 继续音乐下去 下去 好 这个歌词一听就是一个女孩写的 很谢谢你 当然你的这个 发音吐字回头有机会 我可以咱们好好交流一下 有机会来北京请你吃烤鸭和炸酱面 有机会的 白安姐的旋律 变化肯定是有 但是味道没有变 我觉得还是 白安姐的那味道 我觉得音乐这条路上 本来就是一个漫长的道路 找寻自己运入的往前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面 带给我的回忆 也是会跟着我一起去往前 下班机最后一次打扮 这不是结束 是新的开端 我们现在请 我们现在大家对BB说话 我先说 好 知道周笔唱这个名字已经很多年了 你以前没有关注他 对他的作品也不了解 因为我没有跟他进去 进去里接触过 这五周吧 应该是五周吧 五周吧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爽的一个女孩子 特别可爱 特别帅真 我最喜欢她的一点就是 第一次她 她选那个 给各位老师打分的那个理由 对我要给 我认为年轻的朋友更多一些机会 然后今天还很有趣的是 在这个所谓的比赛里面 输给了年轻的 选手 也达成了她最大的愿望 我就是很想向你表达 我认为你是 就是很棒 亲爱的 特别特别棒 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做 我们可以开启更多无聊的一天 天天开心 这是 第一点 这是得 这是最重要的 必须要 然后第二个就是 希望我们都能够去继续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嗯 虽然可能之后 会变来变去 就跟着 反正 时间啊 个性啊 性格还是什么 可能变来变去 反正 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段都去做自己最喜欢的 嗯 谢谢 我没有看过《超女》 但就有听过你的名字很好 然后但是没有 没有真正的听过太多你的歌 但知道 就是反正就你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这样 直到来到这个节目 刚开始第一次第一期的时候 觉得你看起来好像酷酷的冷冷的 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 其实其实你个性很好玩 对 然后特别有 反正我很喜欢的个性 我这辈子也没想过 我会跟一个超女在台上PK 好 这个点还不错 虽然我从来没想过 我确实周围上刷新了我对超女这两个字的认识 我以前很片面地以为 就是认为超女都是不太会创作的人 明白 确实刷新了我的一个很片面的认知 所以起码你刷新了我对你的认知 确实她跟我 我的认知上确实反差挺大 是 我就在这儿认识周围唱过 才觉得这姑娘其实性格挺好的 对 就是一个她跟她的歌其实特别统一的一个人 对 可跟以前的认知真的不一样 不一样 今天采访我说了一个特别好笑的 我说我跟比上级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说那天聊天 我们聊就是那天聊天 泰国听电文各种什么的 我翻了一下聊天记录 那天聊的天是我们认识五年以来 五年多聊到最多的一次 真的 平时就是 我懂 但感觉就 不一样 一直在支持我 有什么好事就想到我那种 其实就是希望每个人 然后都能够找到自己最舒服的那个状态 对 因为我觉得只有 在舒服的时候 然后你去看待一切的事物 就是我觉得才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跟释放吧 对 我觉得我自己来这个节目的目的达到了 每一期都有唱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 我每一期在舞台上面 然后我给我的感受是让我很满足的 BB是真的是挺有勇气的 因为我认识你快也很久很久了 虽然私交不多 但是在这里真的是重新认识 特别好 路易唱刷新了我对超女这两个字的认识 我以前很片面地以为 就是认为超女都是不太会创作的人 所以起码你刷新了我对你的认知 所以起码你刷新了我对你的认知 从最开始我的不理解到最后我钦佩了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这种坚持给我非常大非常大的动力 我觉得只要坚持自己都就是一种特别自信的表现 我觉得只要坚持自己都就是一种特别自信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对于周北尚来说 他能坚持自己的风格 就一定是有这样的自信的 首先其实非常开心 其实在参加第一期的时候 铺头的环节我就把我的第一名投给了浩浩 因为我觉得就是以后的世界就是年轻人的 对 然后希望好好可以好好学习 一直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我来这里的目的 然后我也已经达到了吧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我现在做的一切是这样的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我自己能够平衡的点 我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就是我觉得特别舒服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结束这无聊的一天 音乐是我们的 音乐是我们的需要的 哦 耶 来 干杯 来吧 来吧 其实我又想到一首跟回家有关系的歌 哈哈哈哈 来 来来来来 坐那吧 没事 所以为了节省时间谁来拍合影 哦 谢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随意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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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三 二 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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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国外进行我新专辑最后的 嗯 混音的工作 嗯 虽然已经离开了唱作人 但是 嗯 我还是蛮想念大家的 那 嗯 浮云如此躺卧子这一首歌 大家已经听到了 然后这首歌也会收录在我的 嗯 即将要发行的新专辑当中 那 当然还有 嗯 演唱会 的部分 那也会在七月跟大家见面 嗯 那 有机会再见啦 嗯 离开唱作人的舞台已经一天了 然后现在我正在 北京正在家里准备复活赛的歌曲 然后 这次的歌曲非常简单 然后 我也觉得非常好听 这是一个不缺乏表达的年代 但我却有这样 慢得的机会 去向大家表达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开心 希望 所有的小伙伴们都能够一起 开心的玩耍 唱自己想唱的歌 做自己想做的事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富豪赛好好玩耍吧 耶 哈喽我是白安 今天刚结束了第十期的录音 然后 我觉得我很开心 唱到了第五首歌 然后这一录以来 从 应该说录的第一首歌 然后一路录到第五首歌后 然后跟大家也慢慢的 越来越熟悉 然后其实 觉得节目怎么时间过得好快 一下就到了后半段的尾声 然后我觉得很荣幸 也觉得很幸福 可以唱到第五首歌 然后在这边跟大家 多了很多时间在一起 虽然今天 第五期的结果 我输了 然后跟好运哥比赛我输了 但我觉得我还是很开心 因为我有唱到我自己在这个节目中 很想要唱个歌 然后每一首歌我都 都很不一样 每一首歌都很不一样 所以讲的故事也不一样 从第一期的 应该不是说第一期 从第一首的孩子 那首歌的天真浪漫 到红色的狂想的 那种内心的纠结 或比较重的音乐成分 的那种曲风 然后到了无碍 无碍很纯粹的 一首伤心的情歌 然后甚至到了今天 到了所爱之初的 就是想要写 关于离开家 然后成长过程中 对于离开熟悉的朋友 熟悉的家人 甚至是自己过去的 那种纠结 还有依恋 还有忽舍 到了今天我觉得 最后 第五首歌 《不暗于十》 是一首非常阳光 非常 充满 希望色彩的一首歌 我觉得我在这个舞台上 很开心 我在这么短的 一个月 应该是有到一个月吗 一个月的这个期间 可以有这个机会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又发了五首新歌 而且每一首我都真心的很喜欢 然后也是做了第一次在 我是唱作人这个节目中唱 觉得除了觉得开心以外 我一点都没有遗憾 我觉得我做到了 我来这个节目中 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更多人认识我 然后听到更多我的歌 然后当然也认识了很多 其他音乐的朋友 然后接下来 就是好好的准备复活赛了 然后好好的去写歌了 听说时间很短 我会加油 拜拜 热手 怕精神 给你分享一点快乐 给你分享一个快乐 给你分享一个快乐 干啥呢 感觉贼好 表姐你头发和我有点像 傻说 这属于胡聊 还没好了病 得了什么新的病了 没有 不是 就是那种夹过的 比较顺 有点傻傻的感觉 真的莫名其妙 好 休息不说话了 好 昨日你戴姆那歌 我说说 我很认真听了 我还是没听清楚 你歌词唱什么 是这样的 好 我再来讲一遍 好 多久没见 你没怎么变 但皱纹多了点 说了可以唱点 谁说我有皱纹来着 他私下对我说我也就算了 真的是不分场合 这个明明是塑料的 你们说它是小布吗 嗯 比较姐今天高跟鞋 有20的一定吗 没有 你真是哪壶不提你 开哪壶 一会儿我帮你摁着它 想怎么打子 随便拿 好 好 晓鱼哥几几年呢 79 79 我妈72 我妈72 真的有 我告诉你一会儿桌壁上不打死你 我都要打死你 我都要打死你 那一会儿等你回家替我问大姐好 13年认识他到现在真的 感觉越来越没脑子 你就是这么长大了是吧 是的 被打大的 好 这里 除了炮哥 云诺我不知道是不是比皮抽到最久 哈哈哈哈 你想被查 除了好像是 20 20 没有 没有 哈哈哈打他 打他 你给我出去 哈哈 20年吗 你那样 十四十四十四年 快了 爱奇艺越想品质